臺灣阿公級脫口秀脫線與阿姊 不管你覺得好不好笑 那個年代觀眾就吃這一套 尤其脫線跟他的招牌 粗狂眼鏡 在秀場時代紅遍半邊天 他們兩個紅到什麼程度你知道 紅到一下車 然後那個所有的那個路邊那些 那些要來看他們表演的人 都整個這樣起 把他們兩個包圍在中間這樣 一定要請那個交通警察來疏散 要不然散不開 他們沒有辦法走到那個客廳去表演 如果是有看得到的人 你把我們搶下來 把我們搶下來 拖線從黑白片時代 就是著名的喜劇演員 動作誇張又逗趣 被譽為臺灣卓別林 鮮明形象連演古裝劇都得戴眼鏡 在雜貨店裡 從糖果到紅阿標都能看到他 稱他一代喜劇大師絕對不為過 但很難想像三十歲以前 他的人生只能用潦倒來形容 那個山車到後面 才到處心裡這樣很很壞 人家怎麼這麼好命 我們來拿這種情形出來 人家在便當的現場也會清晰 我們就冷氣氣這樣 拖線本名陳炳南出身新竹貧困農村 十三歲起當學徒雪修車 二十三歲就跟太太林玉珍結婚 當時窮到連婚禮 宴客都辦不成 他的第一個孩子 在當兵時來到仁世 卻沒有得到老天的祝福 剛才金門家推我回來了 人家又沒錢 那小孩每天都在擲鼻 醫生一個換家一個換醫生 現在靠得比較不好 來到那個鼻 而另外一邊 走進到另一邊 然後 我現在就有 然後 我把你按到墊裡 我把你按到它 你按到以後 失去了孩子 經濟也不寬裕 為求發展 拖線帶著老婆跟女兒 北上另謀出路 從林彥開始慢慢爬 脫線第一部演出的電影是難忘的鳳凰橋 電影公司也正式為他起了藝名 我跟他講一說 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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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線當時參考國外喜劇演員卓別林 勞來與哈台的表演方式 天分開始展露 不但從配角演到主角 電視台開播後 他還有自己的節目 演出搞笑短劇 秀場當紅的年代 拖線更是自足康樂隊四處作秀 每個禮拜一檔秀 這個禮拜在臺中 下禮拜在新竹 下禮拜高雄 就是在家時間比較少 那是過年必須要團圓嘛 那可能也沒辦法在家裡團圓 那我們就會跟他們一起開著車 我們就躺在車後面 鋪個棉被 那一家人就出去了 秀場黃金年代讓拖線 也鑽進大把鈔票 當時他全年滿檔 會賺錢 還出去 每個人給你命都會吵 以前去寒天 去寒天 最小時候 急暖那段 去寒天要來 突然 我如果怕出來的人會吵 怕出來的人會吵 還沒說的 怕出來的人會吵 稍微吵就吵 但好景不長 九零年代秀場開始沒落 突然選擇急流涌退 他當時看上台東 地夠便宜 一瓶兩百塊一次買下十甲地 準備開啟人生下半場 大家也說 你去一個圓圓去台東 怎麼可以做得下去 我就來做二十一 大概會骨心 大家也跟阿翔 你這個假風 台東沒有人要去 你去那裡打茶裡來散 打茶裡來散你聽到嗎 所以我來說的茶最多 你再打一打流來 你吃光就對了 拆散就拆散了 那我就慢慢做就做起來了 因為我們阿爸比較保守 沒有喝酒 沒有拔酒 一個母用六十幾年 那阿爸就是比較顧家 所以他就想到未來 如果萬一沒有細科醫院 還有一個農場 之前他是一個人來開啃 那時候已經六十五歲 他們也不忍心他一個人在這邊 他就很老婆也來啦 兒子也來啦 大姐也來啦 那就一家人都在這邊 凝聚這個力量 這老大...不是 這個...這個我媽啦 這個...這個我的媽 這個...老大這個啦 這個...老大這個啦 這個...這個老的 老三現在在美國在教主 老叔這個... 這個老叔...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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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拖欠牧場 整個家族一起迎接 牧場風格是特有的拖式幽默 斗大招牌 拖光光帶出場 牆上還貼著超歪樓的繞口令 有的說這個是什麼黃色的 不是黃色的 帶出場 只有雞的帶出場 賣給他就兩百塊 拖光光 這個好像那個門啊 那個門啊 這樣拖到沒辦法就拖光光 就加五十公錢 請你休息一下嘛 來吃雞肉 你來吃雞肉 大家要把它歪去 沒有辦法 你不要太歪就好了啦 自己當作活招牌 拖欠牧場現在是鹿野的知名景點 但剛開始經營時 他們其實損失慘重 種過椰子樹 失敗 養羊又養不大 一開始連雞都買不出去 拖欠一度花光積蓄負債五千萬 但他依舊堅持不斷學習 關關難過 關關過 要有那些人 人家說十二三宅 四日騎養 我們就炭了屋 我們就這樣吃個比較好 來剃頭一下 這樣賣的 賣的賣的 賣的賣的 吃飯賣配菜嘛 沒關係啦 人家要有這個氣氈 所以說 唉唷我早在這裡等運氣 天夜我落一個小時 沒有這個事 一定要打拼 要流汗 要來做 總有一天會 好天就來了 吞下明星光環 在自家農場 過過舞台的椅 拖欠老年生活 在台東享受天倫之樂 不是帶老婆出去玩 就是在家寒衣弄孫 二零二零年時 他還跟兒子一起開直播 說要在疫情期間 為牧場尋找出路 但這時 他的身體狀況 已經亮紅燈 可能洗完身 當然身體會很累 不舒服 那 但是只要碰到直播 他的精神就來了 我感覺太晚氣很好 唱歌中氣也很好 那講話 記憶力什麼 都跟正常人一樣 所以我發現 他直播變成是他的寄託 變成他的怕頭 因為直播時間到了 半個小時就在那邊等了 告別室現場掛上六張照片 全是拖欠不同時期的身影 招牌黑框圓眼鏡 還有米色 二零二二年五月九號 拖欠在家中 因為心臟衰竭猝死 結束傳奇一生 故事後 兒子跟孫子孫女 一起把他的簽名字樣 當作家族圖騰 刺在身上 永遠紀念他 一直到現在 我都覺得人家說 你的偶像是誰 其實我沒有偶像 我的偶像就是我的阿公 刺出來就是要給人家看 就是人家問的時候 就我阿公 很驕傲對不對 對啊 講到這個就很驕傲 他怎麼樣都為這些小孩子在想 然後我覺得我當他小孩子 太幸福了 很幸福 所以如果來一生真的還很幸福 我還要當 最好我當他爸爸 好了換我照顧他了 世人眼中的一代校將 離開螢幕後 依舊是家人眼中的大明星 拖欠生前常說 這一生的成就 不是拍了多少部電影 養多少隻雞 家人都在他的身邊 才是他人生最大的美滿 或許他已經為自己 寫下最好的註解